天獄舞, 風獄珠, 鬼吹登第三步, 雲南重谷, 燕正海岸 停船, 做甚麼? 我總是覺得, 這些人鹽湧, 好像有些古怪似的 Shirley, 你不要用手去碰它, 說不定其中都不知道有甚麼很厲害的細菌 如果真的的話, 這樣我和你做一萬次人工呼吸, 可能也救不回你 又在亂說二十四, 雖然Shirley挖了我一眼, 但她仍是很小心地 帶上了個隊, 我們一早準備好的綠皮手套 喂, 你和肥仔船兩個, 幫我固定個竹牌 讓我看看, 這隻人鹽湧, 究竟是甚麼來的才行 我看著Shirley, 用散兵刀, 在人鹽湧身上連刺了兩下, 只令得 又像今天我們在功勞之上見到那樣, 流出了很多黃禽禽死了的追蟲, 以及大量的蟲籃 是來, 這個人鹽湧, 又是空心 喂, 好臭, 好臭, 我都想說有錢無後打死罷就 但是這些臭味實在太難撐了, 喂喂,Shirley 啊, 走得了嗎?走得了嗎? 不停,等一會, 我都覺得惡臭攻心, 但這個時候,Shirley 居然做了一個, 令我和肥仔船兩個都很震驚的舉動, 他將那把, 凸穿了人形勇的散兵刀, 居然放在他的鼻子尖上, 你這樣聞一聞, 哎呀, 只是這個人形勇散發出來的惡臭, 就已經搞得我幾乎想吐了, 居然用, 哎呀,做什麼鬼的? 走啦, 你們猜, 這些人形勇, 是用什麼來做的呢? 照你這樣說法, 他肯定不是用石頭做的啦, 嘩, 難道是用泥捏成的呢? 嘩, 嘩, 那些泥醜得成這樣, 嘩嘩, 這些泥都不放, 什麼好東西來呢? 嘩, 嘩, 上年你認真好東西, 我現在已經覺得有點頂不住了, 嘩, 這些人形勇, 我看, 又可能是用生人做的, 嘩, 生人? 嘩, 不是吧?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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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嚇我, 哎呀, 我剛才幾乎, 把我昨晚吃的東西, 都咬了出來, 差不多了, 我不是嚇你們, 你來之前, 或者調查清楚, 究竟獻王, 為什麼有可能收益鳳凰寶珠? 我已經閱讀了大量有關他的資料, 雖然這些資料都非常有限, 但是, 亦都使我對他這個人, 有著大致上的了解。 我看, 這條河, 應該就是獻王, 為了修建自己的靈墓而開作的, 因為他要在謝龍山, 蟲谷裏面, 去建造自己的那個很大型的靈墓, 這樣, 他就一定要想辦法, 將材料混入去, 作了一條運河, 在這處來混材料, 那墓兒是最省力, 亦都算是最便捷的一條捷徑, 但你想想, 要開了一條這麼長的運河, 還要在裏面, 收記了一座很厲害的靈墓, 那要多少人手? 這麼多人, 萬一墳墓建好之後, 將這些秘密洩漏出來這樣一筆? 所以, 那些負責幫他建造靈墓的奴隸和工人, 一旦做完事之後, 就會被忠於獻王的那些大臣, 將他們全部綁在上身, 跟著就餵他們吃一種叫做無忍的東西, 餵完之後, 再將他們的七竅全部封死, 硬地捕死他們。 由於那些無忍, 其實只是封住了那些追蟲的蟲卵。 在某種神秘的儀式之下, 這些原來封住的追蟲, 又會重新活動起來, 多簡而出。 跟著, 人體裏面的血管, 內臟, 就成為他們最好的食物。 不用很久, 他們馬上就可以將一個人, 食成變成空心了。 而且因為這樣的屍體, 是很快失去了身體裏面所有的水份。 所以, 他們的皮膚, 很快就變得乾膚, 硬得像石頭一樣。 而那些蟲卵, 因為見不到空氣, 就變不成憂蟲, 始終都保持著冬眠的狀態。 他們的時間, 甚至可以維持千年以上。 只要在一個陰硬的環境之中, 這樣就可以了。 Shirley, 你說, 這個山洞裏面, 我們見到那些, 一個一個被人綁住, 然後倒吊起來的, 那些人形容, 全部都是生人變的。 不是吧? 你覺得有什麼奇怪嗎? 不是, 只不過, 我覺得這個獻王這樣做法, 實在太殘忍了吧。 其實, 他要殺人, 就算檢殺得好, 又用這些殘暴的手段。 因為獻王, 本身是個巫術大師, 而他的巫術最邪惡, 又威力最大的地方, 就可以通過死人的靈魂做媒介, 來壯大師, 來壯大自己的功力。 去殺這些人, 用人形容, 這些殘忍的辦法。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為了搜集這些冤魂, 來壯大自己的法力。 聽到Shirley這樣說, 我自己都覺得, 就身雞皮女樹起了。 你這個獻王, 為了增長自己的功力, 為了保持自己墳墓的神秘, 居然可以做一些這麼令人發自的事。 你這個人, 亦真的實在太邪惡了。 發生什麼事? 剛才那個竹牌, 好像撞到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已經即時感覺到, 我們好像有點不得了。 這個竹牌, 剛才分明就撞到錯, 某一個, 安在這個河道裏面的機關。 但是撞到這個機關之後, 總是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 究竟什麼事? 究竟現在搞什麼? 喂! 八爺仔, 小心點! 你聽不聽到? 聽不聽到? 好像很多東西被人扔進河裡。 在河流後面, 傳來的, 一塊一塊東西掉下去的聲音, 一直都不停。 而且, 這些聲音越來越密。 到了後來, 你幾乎已經聽不到, 一塊一塊東西掉下水的間隙。 好像, 之前經過的那些, 掉在河道上的人湧, 全部都掉下水了。 哎呀! 大傢伙, 恐怕, 這些人皮湧, 要變成水鬼來炒沉我們的船。 喂! 八爺仔, 不理得那麼多了, 有錢沒有口, 我們就肯定向前滑了。 我這時就覺得, 後面肯定有些異常的情況, 轉頭看下。 但是, 這時, 我們的竹牌, 已經是洗潛了一段河道, 後面又變得一片塵黑。 而我們頭腔上面戴著的戰術射燈, 在這種地方根本發揮不到什麼作用。 因為在絕對黑暗的場所, 單人用的戰術射燈的光線非常有限。 在祝佛最後的Shirley, 轉頭看了兩眼, 現在看不清究竟是什麼回事。 不理得那麼多了, 洗盡全力, 向前滑, 爭取給他們追上之前, 洗來這段河道。 好, 肥仔船, 我們全速前進。 我一手拿著竹桿, 肥仔船就拿著兩支弓兵鎮。 大家, 有人撐, 有人爬。 希望, 使得我們這隻竹筷, 可以洗得更加快些。 但是, 就在這個時候, 前面百幾米遠的地方, 亦都有一段, 用鎖鏈掛著的百幾具人湧的地方, 在我們竹筷的前面, 按了一盞強烈的探照燈。 這個時候, 探照燈強烈的光線, 正是照在這些灰河式的人皮上面。 變得都不知道多麼恐怖。 再加上這些人湧, 就好像一個個吊死鬼一樣, 倒吊在河道上面。 真是越看, 越令人無骨悚然。 就在這陣子, 忽然之間, 在前面那些真人人皮湧, 亦都一個一個, 在鎖鏈那裏掉下來。 一句句人皮湧, 就好像在轟炸機上, 定出的炸彈一樣。 這隻河水之中。 三眼之間, 暗照燈照射的前方, 就只剩下幾百條空空蕩蕩的鎖鏈。 這時候, 我們大家都可以肯定, 這條河道, 在安葬完獻王之後, 一定是設置著什麼機關, 只不過暫時還可以確定。 這些, 已經成為了一個個人殼的人皮湧, 裂進水裏面。 究竟會有什麼景觀? 這次真是出事不利啊? 剛剛找到這條, 可以進入蛇河的溪谷。 首先走錯路, 如果不是的話, 又怎會引發出這條機關? 我心裏不停地罵, 哎呀, 當壞, 整陣當壞。 但是這陣子, 竹排還繼續前行。 前面, 一臂直直, 就好像一個個在上空中, 掉進水裏面的人皮湧, 一沉一沉到底, 再也沒有任何起床的機會。 甚至, 這次連那些人皮湧, 掉進水裏面所產生的蓮子, 都好像全部消失了。 但是, 以前打仗的經驗告訴我, 越是這麼平靜, 就越是危險。 我下意識地, 將那把德國際的工兵產, 拿出來。 這個當年戰軍抗美元朝的時候, 繳獲的美國海軍陸戰隊, 一流的裝備。 直到現在, 這些工兵產, 依然保持得很完好, 絕對是工具中的極品。 上面, 還有紀念, 掛倒戰役的標誌。 這些工兵產實在太貴, 貴到我們有點不捨得用它。 但是這個時候, 我不管得那麼多了, 我雙眼緊緊地釘在水裏面。 一會兒, 無論在手裏面, 夾電什麼出來, 我就擅長一眼拍他再說。 而這個時候, Shirley 也拿出一隻手槍, 打開了保險。 嘩! 嘩! 隔了這麼久了, 為什麼還好像這麼平靜一樣? 難道, 那些人皮蛹, 真是一個個, 全部能沉浸到水底? 就講就到, 肥仔船這頭剛剛講完, 那頭, 前面的河水, 突然好像被人主困一樣。 我即時, 將那時, 踩在頭頂的強光探照燈, 向河水裏面一眼。 光柱透過水面, 剛剛好, 照到一句半沉半浮的人湧的面上。 這個人皮蛹, 原本有很乾膚的表皮, 被河水一沖, 他們身上已經出現了一道道的裂物。 而原本毛毛的人樣, 這時也變得越來越清晰。 原來, 你們人湧的面上, 在他們生前都塗滿了泥。 吃了那些毛弱弱癮之後, 是用泥來塞住他們的眼耳口鼻, 甚至是肛門七竅, 夾硬將他們焗死。 所以, 死者面上, 還保持著臨死時候痛苦掙扎的慘烈表情。 在這個黑暗的空間, 再加上周圍有這樣的聲響。 在光線照射之下, 那些跌入水面的人湧, 好像在河水之中, 重新復活。 嘻嘻, 這個情形, 認真真恐怖啊! 就在這時, 人皮蛹身上的裂紋, 開始慢慢擴大。 一個個氣泡在他們身體裡冒出來了。 很多本來乾膚的蟲卵, 也即時在他們的裂口那裏, 鑽了出來了。 這些蟲卵, 一見水就生, 就好像那些乾膚的海綿, 吸收了水分一樣, 迅速地膨張。 而身體, 就變成了一隻隻白色的, 好像手指高的指頭, 那麼大小的水字。 這些就是在雲南令人譚腐色變的水字風。 這種淺水的生蟲類動物, 很喜歡依附在漂浮的物體上面, 然後將藥卵鏟進去。 有時在雲南, 廣西, 越南等等地方的水田之中, 正在耿耿田的水牛, 突然發瘋地跑上去狂奔。 這個, 就是被這些水字風咬到的症狀。 嘩嘩嘩, 老蠅, 嘩嘩嘩嘩, 你們又好像蟲, 又好像蜜蜂那樣的事, 賣力向我們飛過來, 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為什麼怎麼辦呢? 這些水智峰咬起人上來雖然厲害, 但他們要貼著水面,飛不起來。 只要我們坐在竹牌上面, 這樣也一定沒事。 忽然之間, 在一片蘑菇嚴重的岩石之中, 一條生著青倫的巨大網蛇, 突然向我們起獨尖撩過來。 這條網蛇實在太大甜了, 簡直就像一條毛爪的青色巨龍一樣, 它身上一塊塊的龍片, 似乎都閃耀著不長之光。 照計來說, 這種大網蛇, 一定是生存在床谷的森林裏面, 或者, 它可能是南台的陰涼環境, 這樣才把這個山洞當成自己的老巢。 現時外出賺食之外, 就經常躲在這處睡覺。 不知道, 又如何被我們驚動了呢? 只見這個時候, 那頭生滿了青倫的巨大網蛇, 只是手未停停, 突然之間, 就向著下游直衝下去。 那條白色的網蛇, 似乎已經很痛。 在它那個巨大油, 充滿了野性力量的軀體裡面, 不停地在這裡, 對著我們的竹牌, 左撞右撞。 這一下, 真是認真危險。 喂喂喂, 八爺仔, 你看看這條這樣的大網蛇, 它好像發了邊一樣。 是的, 誰不知道, 我看, 你還是快點滑船, 就好像你之前說的那一句, 有前沒有後, 走到才算了。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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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小心啊。 我們的竹牌, 被怪網蛇頂到, 幾乎是整隻飛起那麼低。 哎呀, 好彩, 我大家的腳底都夠紮實, 緊緊地拿著竹牌, 要不然, 在這個時候掉下水, 那就認真了, 後果不堪似想了。 哎呀, 喂喂喂, 這條網蛇, 原來想吃, 船下的那些水智峰啊, 它是向著那些水智峰來的。 咦, 真是一言驚醒夢中人。 不過, 我們定神看下, 只見一隻隻肥嘟嘟的水智峰, 在水裏面, 被那條水網蛇, 再一口又一口, 一下子又不知吃了多少落草咯。 咦, 難道, 獻王請這些人形蛹, 根本就不是什麼機關來的, 而是用來, 為那種巨網的奴隸? 咦, 如果不是, 只吃普通的動物, 這隻網蛇又怎會生得這麼巨大呢? 不過, 已經隔了兩千年, 網蛇不可能有這麼長壽命。 或者, 這條網蛇, 只是天王當年養下來的怪網蛇的後代。 一條小網蛇都這麼巨大, 實質上, 當年那條被人發現的第一條大網蛇, 我不知道帶得多交關就是了。 眼看著, 那條青色的巨型網蛇, 已經像發了狼一樣, 頂完我們的竹牌一次, 又準備再頂一次。 哎呀, 你餵食都不用那麼狼胎, 如果萬一將我們的竹牌頂散了, 豈不是閉加火。 這個時候, 肥仔船也都不理得什麼了。 他馬上翻身, 拿出一支, 是彩雲客產老闆來的時候, 借來的那支劍威牌氣槍, 一下子就塞了兩顆鋼豬下去。 豈有此理, 日語跟你博哥, 又前母後, 打死罷就啊。 肥仔船這一槍, 是向著蛇頭打的, 一槍, 就打中了這條青色巨網的左眼, 打到牠鮮血劍鬥。 好爹, 肥仔船, 好槍法, 又立一攻啊。 不用那麼多了。 喂, 八爺仔, 你不是有支手槍的嗎? 我們一起, 一二三, 射去。 好。 在我們兩支風, 輪返的掃射之下, 那條青色巨網, 好像終於致驚了。 一翻身, 吊磚頭, 就向著遠處游過去。 這一下的變故, 真是大大超出了我們的預計。 一下子, 我和肥仔船兩個都呆了一束。 哎呀, 怎麼辦啊? 怎麼辦啊? 我們原來已經是走投無路, 準備跟這條網蛇在水裏面搏鬥。 他想不到, 現在他反而呢, 另轉身要撩走。 難道, 真是被我們兩個人, 你一身英雄氣概, 嚇倒了嗎? 肥仔船已經你們三七二十一了。 拿出這支手槍, 砰砰砰的一連串子彈掃過去。 幾乎在一秒鐘之內, 就已經將子彈全部打光。 黑暗之中, 你根本分辨不到, 有沒有擊中目標。 而這個時候, 一陣怪異的聲響又再響起。 我們也不敢多作勤力, 出行令的拼命馬水, 調轉竹牌, 向著蘑菇岩的方向直衝過去。 忽然之間, 在竹牌的四邊, 向著一陣陣好像鬥木狗, 正在鋸木幫人做傢伙的聲音。 而這個時候, 無數好像惡鬼一樣的魚群, 忽然在水面那裡跳起來。 Shirley一看, 馬上大聲喊, 快點走, 快點走啊, 這些是刀鋒鮭魚, 刀鋒鮭魚啊。 他一見到血, 即時便會發糖的啦。 刀鋒鮭魚? 究竟他是什麼呢? 鬼吹燈第三步, 雲南蟲谷。 故事整理, 改篇, 立經。 以音效製作, 郭建文。 郝靜希。